经过黄子娇这一番爆料 之前大小S与汪小飞的纠葛就说得清了 巨额的电费也许就是大S在家中大麻 还有大S被抱着上厕所和患上癫痫 身体不好不愿意来北京这些小事 也都瞬间被联想起来 而大小S出格的事可不单单只有吸毒这一件事 之前有媒体拍到 当时大小S和范小薰阿雅他们搞昆子行为 这个昆子行为可是有原因的 很早之前大S有抱过脖子后的纹衫 当时他自己就说过 这是一个宗教的标准 而这个宗教叫做雷尔教 宣称支持外星人统治地球 那时候大S就说自己已经加入四五年了 零四年的节目倒推就是九九年或者零零年 而那时候大S和聚敬业就已经认识了 这个就要排起一场叉叉欧行为 生成女性不要拒绝任何男性 认为只要当今世界叉叉欧得到普及的时候 外星人就会来拯救人类了 并极力赞成同性恋和定期举办新派对 好嘛又吸毒又邪教的 就这还没被抓 这绿法也是真弹性了 而在当初的节目上 大S的星星纹身还只是一个单个的 后来一张图片上明显星星尖角为止 夹了几点 有评论区表示 那是他达到了较内核心成员的级别 嘿我去 开银啪还开成长老了 世界之大 真无其不有啊 咱收回来 继续收回黄紫胶的事 他不是说大小S一直说服他 让他不得不惜的吗 这我倒是很信 毕竟之前在节目上的时候 小S就抱过 自己跟大S曾经一直让阿雅跳下二楼 只是因为看见一些不要命的男生这么做 于是他俩想看戏 就也让阿雅往下跳 最后阿雅被说服跳了下去 根据小S在节目中说 阿雅摔到手烂掉 然后浑身是血的爬上来 这俩人真的还蛮恐怖的 还有黄紫胶不是爱曝光了吴宗献 借钱不还吗 于是吴宗献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进行了反击 他说在20年前的一次选美活动中 黄紫胶要求女生脱掉内衣检查身体 但当他面对媒体的时候 他却否认了这件事 认为女孩是会做意了 而当媒体去采访那位女孩的时候 女孩直接确认了 当时黄紫胶让女孩脱掉衣服 转圈给他看 当事情曝光后 黄紫胶还找过吴宗献 让他不要将这件事说出来 而正对于以上这些震惊三观的八卦 台湾的预计 葛思琪出来说话了 他表示 虽然他手里没有直接的证据 但根据他痴情的内幕和拍到的画面 以及手里的陈年爆料相对比 黄紫胶曝光的内容95%都是真的 19号晚上的时候 黄紫胶已经醒来了 而在第二天的早上 这件事居然还没完 因为又是台湾艺人 又盛被曝出性骚扰同事 在18日那天 有两位被又生性骚扰的女生发文 指控他曾至少对三个女生 做出抢尾 天儿和姐内衣的性骚扰行为 其中一个受害者 还公开了当年的聊天记录 聊天内容中显示 又盛的老婆 还曾经因为自己老公 做了这档子事 向那位女生道歉过 并且在聊天中 他老婆还坦言 自己曾无视又盛出轨 和别的女生在一起两年这件事 又盛一直以来 还一直营造深情人生 现在出轨加性骚扰 人生崩塌了吧 而又盛针对这件事 也在第一时间发文之前 在内容中还自爆 自己曾经也被心情过 所以才会在冲动下 做出这种伤害人的事 哇塞 你们弯弯真的好乱呢 那我为什么要说幼盛的这件事呢 因为在幼盛曾经骚扰过的女性中 还有皇子娇的老婆 牛还来了个轮回 在这条热色的下面 网友都表示 反正幼盛道歉了 别人也不会原谅你的 不如出来爆料一番 拉着颠背的 咱这边建议呢 给弯弯一人 单独开个热色板块吧 毕竟我觉得他们还挺多问题的 不过咱又说回来 这一整件事中 只有女性受到了伤害 这几个做错事的狗东西 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来逃避 最后都撒手不管 让各自老婆出面道歉 那老婆也是真惨 本身就比黄子娇小20岁 去年才生了小孩 黄子娇是死了就死了 人家怎么继续在台湾待下去啊 这件事不知道还有没有结束 但还是蛮期待黄子娇继续爆料的 要是有最新八卦 挂挂随时会吧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了 吃瓜第一见 挂换来相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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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